完美世界中的仙玲珑和遮天中的仙玲珑有什么区别 10号送云熙回了天人族 天人族有一块石头 连上界的天骄初代都举不起来 10号却轻易地举起来了 这就是非仙石 非仙石是太古六大天人所得 六大天人带着非仙石到古无人区 沾染了不死物质 10号曾到过仙粉 也得到了雷帝宝树的传承 这算是10号身上的仙道气息 不死物质和仙道气息感应 10号这才举起非仙石 10号举起非仙石的那一刻 跟非仙石感应进入误道状态 10号身体内曾有至尊骨 至尊骨上有先天的无敌宝树上仓之手 十一根十号大战时候曾使用过 至尊骨失去后 宝树也就失去了 但是体内有残留的宝树印记 非仙石帮助补全了原本至尊骨上的宝树 也就是补全了上仓之手 10号趁机铭记重新掌握上仓之手 非仙石内运仙玲珑 仙玲珑为西式宝物 很难衡量它的价值 这种东西举世都难寻第二块 仙玲珑内是仙古纪元遗传下来的无上天书 可以明刻大道经文 成就仙玲珑内运的一部经书 非仙石有两大作用 第一是像一面镜子 能够印出初代的真骨宝血 修事借它修行能够更好地看清自我 不断地完善自己 第二是 仙玲珑能够明刻天地大道 其内这部古经 能够帮助修事修补残缺的道语法 但至此之后 仙玲珑再无出现 非仙石倒是成了一把钥匙 后十号和三藏在仙玉得到虚空仙金碑 其上刻有经文 虚空仙金碑能够跟非仙石感应 凭借非仙石十号 能够进入虚空仙金碑中修炼 十号人到绝颠后 身边的亲人不断老去 为了成仙救下身边的人 十号借非仙石 进入虚空仙金碑不停地修炼 不停地自己跟自己打架 最终在不可能成仙的时代成仙 在遮天的仙玲珑 可能真的是荒天地这个时代传下来的 叶凡得了元天师的传承后 在北玉神城的石方中切除一块仙玲珑 这块石头自带音乐 不停地响着大道之音 在遮天中 仙玲珑同样可以摩刻大道法则 是天地之间生成的经书 如果从这里来看的话 完美世界中的仙玲珑和遮天中的仙玲珑一样 都是一部经书 但是遮天中的仙玲珑需要仙气滋养 因为叶凡所处的时代 天地间已经没有了仙气 所以仙玲珑几乎没有什么用途 在遮天中的仙玲珑更像是一个月起 还不会响了 或者说像错生凡尘的宝贝 不然的话 这将是一部天道仙书 虽然这时的仙玲珑没有什么价值 但是它是一块不错的玉 所以叶凡也就把它留下来了 安妙一对仙玲珑很感兴趣 加上他和叶凡的特殊关系 叶凡曾答应等他圣体有成 将为安妙一护道 叶凡把仙玲珑送给了安妙一 安妙一在西墨故去之后 又把仙玲珑还给了叶凡 安妙一也曾说 一万年后会有一个跟他一模一样的人 在跟叶凡相遇 叶凡第四世 在西墨遇到寇晓晓 这个人跟安妙一长得一模一样 只是元神截然不同 叶凡收扣晓晓晓为弟子 再次将仙玲珑赠给寇晓晓晓 叶凡传他大法 兑现了昔日对安妙一的承诺 他只是寇晓晓为弟子后辈而已 因为寇晓晓跟安妙一不一样了 两人只是一朵相似的花 进了仙玲之后 仙玲珑因为遇到仙气 再次发出道音 倒是仙玲珑并没有画成一部仙经 而是让寇晓晓看到了前世今生 他就是当年的那个安妙一 所以在遮天中 仙玲珑的作用更像一面镜子 能够看清前世今生的镜子 仙玲珑在完美世界中 不仅仅是一面镜子 还是一部无上的经书 不仅仅是一面镜子